全美開展新冠疫苗接種活動兩個星期以來 政府不斷擴大接種規模 但是疫苗過敏事件就令民眾卻步 疫苗可不可信 《紐約時報》刊文展示首批接種者的親身經歷 總結了最常見的注射後症狀 克里·庫蘭研究學院也集結專家 解釋外界對新冠疫苗的八個誤解 注射新冠疫苗後的過敏反應和副作用 令部分人對疫苗的安全性打上問號 與輝瑞共同研發疫苗的德國BioNTech公司 執行長沙辛27日表示 注射新冠疫苗後可能有頭痛、手臂疼痛、輕微疲勞等副作用 但是一兩天內就會消失 過敏就是最嚴重的副作用 但是相當罕見 已經接受注射的150萬人中 每5萬人只有一例過敏症狀 大概在注射後的30分鐘內出現 據《紐約時報》報導 目前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首批醫護中 頭痛和疲勞是最常見症狀 大部分接種者都表示沒有太大感覺 一名紐約醫生哈里斯在臉書記錄接種疫苗後的每日症狀 從第一天的肌肉酸痛 到第五天的輕微頭痛和鼻塞 引發民眾網上追蹤 哈里斯也落見透明化的接種過程 能夠打消民眾對疫苗的疑慮 表示自己不後悔接種疫苗 克里夫蘭免疫系統研究機構 亦於近日發布關於新冠疫苗的八大誤解 針對民眾最常見的疫苗疑惑作出解答 疫苗研發進度太快令人覺得不可信 但專家表示首款疫苗背後的基因技術 早已開發30多年並沒有走捷徑 而疫苗不會令人感染病毒 相反會加強免疫系統攻擊特定的病毒 很多人抱怨不知道疫苗的具體成份 但輝瑞和莫德納都已公佈成份表 疫苗內沒有任何形式的跟蹤芯片設備 也有人擔心疫苗會改變基因 但專家闢謠一旦mRNA完成擊退病毒使命後 就會自行分解 另外無論有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 或者覺得新冠存活率很高 所以不需要注射疫苗 專家表示都是誤解 普通人仍然有可能感染其他人 並產生嚴重副作用 疫苗不單止是保護自己 也都是保護他人 而專家也提醒 即使接種疫苗之後也要佩戴口罩 因為人體要等10天後才可以產生抗體 而群體免疫至少要70%的民眾接種後才可以達到 美國目前共有兩款新冠疫苗批准緊急使用 分別是輝瑞、BioNTech和莫德納 12月28日 美國本土生物技術公司 位於馬里蘭州的Andoverbex 也宣布自家研發的新冠疫苗進入最後的第三期臨床實驗階段 明年初將會發表具體報告 與輝瑞、莫德納採用的基因技術不同 該款疫苗採用納米技術合成新冠病毒蛋白 刺激人體產生抗體 可以用更少的劑量激發人體的免疫反應和防護效果 儲存要求更低、不需要冰相 但也需要注射兩劑 全球的疫苗速度沒有停下來 德國、法國、墨西哥、以色列等地 已經開展全國疫苗接種行動 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藥廠研發的新冠疫苗 也有望在這個星期通過英國政府的緊急使用申請 將會成為當地繼輝瑞之後的第二款應急疫苗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